半夜频频起床上厕所 不止自己睡不好 枕边人也不得安宁 据统计台湾40岁以上成人 高达38.1% 有夜间多尿的状况 台湾尿试镜防治协会 及台湾密尿科医学会 找来谢祖武担任卫教大使 呼吁民众不要少看夜尿问题 它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但是却很可能是 你身体亮红灯的景色 千万不要忽视夜尿 因为夜尿影响的 不光是您一个人 它会影响到您的家人 您旁边的枕边人 甚至说您隔天 所有的工作状况 医师表示 夜间睡着后因为强烈尿液 晚上需要起床上厕所 两次以上就有夜尿问题 年纪越大越可能发生 四大成因包括夜间尿液制造过多 或是摄护线等泌尿问题 导致膀胱储存能力下降 也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造成抗力尿激素制造不足 还有不能忽视的内科疾病问题 有可能是糖尿病 有可能是心脏病 尿液制造过多 或白天的尿水分 集中在脚 然后回流到心脏去 这样晚上尿液过多 夜间多尿症 其实它是一个脑中分泌 一个抗力尿激素不足 那这个抗力尿激素在年纪增加 会越来越下降 当你下降的时候 晚上尿液就会变多 那夜尿症就会更加严重 想要改善夜间多尿 调整生活习惯有最直接影响 例如晚间水分摄取减量 避免高糖分 盐分 咖啡因等食物 减少利尿因子 若属于抗力尿激素不足 还有药物能帮忙 医师确定你是一个 夜间多尿症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药物 就是我们人工合成的 抗力尿激素 那这个抗力尿激素呢 它可以很有效的 在夜间将你的尿液 做一个浓缩 那这个浓缩的药液呢 可以让你在晚上 不需要起来 频繁的减尿 正确的使用了这种 抗力尿激素的话 那可以一半以上 50%以上的病患 是可以从中得益的 夜间多尿困扰着许多人 建议民众 透过排尿日记 增合记录喝水量 排尿量 排尿时间等资讯 有助于找出夜尿状况成因 并且大方就医 重新找回一夜好眠 记者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